大家好,我是Sky 在上个影片结尾我也和大家分享到 如果你是想找回酬比定期存款高 但风险比投资股票低的理财工具 那么信托基金就是其中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什么是信托基金 信托基金有哪些类型 我们要如何选择适合的基金 投资在信托基金又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首先信托基金是有一间投资银行或基金公司 收集民众投资者的资金 再交给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和投资 那在基金经理可以动用资金户之前 必须有第三者独立公司 也就是信托公司 他主要的任务是监督资金户 保障我们投资者的资产 和确保每个基金经理 都有依照基金契约和目标进行投资 当这三番人马都有了后 基金经理就会开始进行投资 而投资赚大的回酬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回馈给投资者 一种是Capital Gain 就是所谓的低买高卖赚取差价 而另一种是Distribution 就是所谓的派利息 在Distribution方面 我们可以把所分辨到的利息 转账到银行户口 又或者是重新放回该基金继续投资 让它雷达雷 让基金里面的雪球越滚越大 做想福利加上时间所带来的果实 信托基金有哪些类型 信托基金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 货币基金 Money Market Fund 由于这支影片是蓝人包的关系 所以我今天只是简单地介绍基金能和点核大家关注的回酬率 以后我会在针对每个基金内心做深入讲解 所以首先我们看看货币基金 它主要是投资在短期的货币工具 比如政府短期债券 定期存款等等 它的年度回酬和定期存款的利息一样 会随着OPR的浮动 现阶段是大约2% 但是它却不会像定期那样会被榜定 而且利息是每天计算的 属于流动性高和稳定性高的户口 那第二种基金 债券型基金 就是投资在债券市场的基金 那债券是什么 债券就好像是你借了钱给别人 而你从那里拿到结局一样 等政府或一些公司为了收集资金时 就会发放一些债券 并且会依据条约 支付固定利率的利息给债券持有者 由于债券投资的门槛相当高 最低门槛也要几十万 所以一般人要投资债券市场的话 就可以通过债券型基金下手 债券型基金的年度回酬 大约在4-6% 而股票型基金相比的话 它具有比较稳定的收益 和风险较低的特点 第三 平安型基金或混合型基金 这两种基金都会同时投资在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 只是比例不一样而已 因此它的收益会比债券型基金来得高 但风险比股票型基金来得低 比较适合保守的投资者 平均年度回酬在5-8% 最后就是股票型基金 顾名思义 基金经理会把75%以上的资金 投资在股票市场中 一般上 一个股票型基金 是由30-60件 所投资的公司的股票而组成 当中 这些所投资的公司会来自各种领域 比如科技、医疗、工业等等 而且同一个基金 也可以同时投资在本地和海外区 如美国、亚洲等等公司 这也意味着整个投资组合能够做到多元化 所以和投资在单一的股票做比较的话 它的风险会大量减低 以基金长期的表现做计算的话 它的平均年度回酬会在7-11% 我们要如何选择适合的基金 首先我们要确定自己的财务目标 和要达成财务目标所能给予的时间 用人话来讲就是你要用久时间来存到这笔钱 而在目标达到之前 非必要的话也尽可能不去动用存在基金里面的钱 这是因为每个基金风险程度不一样 所以要给予成长的时间也不一样 由最低风险到高风险的基金种类 就是货币型基金到贷券型基金 再到平衡型基金 最后到股票型基金 如果是一年要用到的钱 不想因为被定期绑定就可以放到货币型基金户口持利息 比如像一年要给一次的开销 如保险、车险、所得税等等 又或者是每一两个月要用到的钱 比如华信用卡的钱 汽车维修费等等 这些统统都能放在货币基金户口持利息 而一到三年要用到的钱 属于短中期的规划 比如买车的投机钱 旅行的钱和紧急要用到的钱 紧急要用到的钱 建议是我们每个月的固定开销 三到六个月来作为紧急备用金 这是因为万一我们失去的收入来源 最少我们也有这笔钱来应付我们三到六个月的开销 这些钱我们可以放在债券型基金 这是因为和定期户口做比较的话 它的流动性比较高 不像定期那样 在没到期之前提款的话 利息会没有掉 而且它的回抽也比定期高 至于三到五年要用到的钱 属于中期的理财规划 比如买屋子的投机钱和装修费 结婚的钱等等 我们可以放在平衡型基金或混合型基金 而五到十年或十年以上要用到的钱 属于中长期和长期的理财规划 比如创业基金 孩子等的教育费 退休金等等 我们这可以放在股票型基金 由于每个基金都有它的投资目标和特点 所以我个人在建议买入任何基金之前 一定要先找基金顾问咨询 这样才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务目标 这里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 而不因为过度追求高回酬 而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基金组合 投资在信托基金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我们先说优点 第一 投资们看地 信托基金的最低的投资额可以由100块开始 也就是说只要你每天吃得起 拉西勒马加荷包蛋 你就符合资格可以开始利用基金来累积财富了 第二 分散投资或多元化 一个基金会投资在多间公司的股票或债券 它们可以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的领域 也就意味着我们只需要用同一个价钱 就可以把我们的鸡蛋投放在多个篮子里 如果当一间公司的股票或该行业领域表现不理想时 也不会对该基金的表现造成太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三 高流动性 我们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把基金单位卖掉套现 当我们要卖掉手上的基金单位时 基金公司就必须向我们买回 相对和债券股票和产业来说 但投资者要卖时就一定要有买家 不然就无法卖掉套现 第四 投资小白也可以开始 这是对于想投资 但又缺乏股票金融知识 或者没有兴趣的懒惰做功课等人来说是最大的好处 因为你要掌握好一个领域 除了需要大量的时间学习研究 另外也需要花时间监督你所投资的公司股票价位等等 除非你真的肯对投资股票这么领域下功夫 不然的话 那干脆付一些手续费 请基金经理帮我们打工 去管理我们的投资组合不是更好吗 我们就把时间专注回在我们熟悉的领域里 讲完优点 我们又来看看投资在基金又有什么缺点 第一 分散回酬 这分散投资是同等的 假如基金里只是其中一间公司或领域表现好的话 不代表其他的领域或公司表现也是好 由于投资资金分散了 所以和投资在单一公司的股票做比较的话 回酬会比较低 第二 没有权利选择基金里的公司 是的 我们有权选择我们要怎样的基金 但是一个基金里所投资的公司 资金所投资的比例 这些全部都是由基金经理操控和做决定 但是这也符合逻辑 不然我们请专业人士来管理我们的投资组合干嘛 影片结束前 让我为信托基金这个理财工具做个定义 信托基金是一个需要透过时间加上福利用来累积财富的工具 在信托基金里 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如果是想一业致富或投资致富的朋友 信托基金就不适合你了 毕竟选择理财工具就要找你朋友一样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财工具 那看了影片得理 想开始为你的财务目标做规划的话 欢迎联系我 希望我可以帮到你 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小伙伴们 欢迎分享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